我會依然期待 我會依然期待 我想只要你不放棄 一定可以完全進化的 說不定到時候 還比神刀還要厲害耶 你不要忘了 學長之前 也只是一個菜鳥訓練 實在 謝謝你這樣鼓勵我 我一定會更加油的 至少不要再被神刀烤到 一起加油吧 加油 我氣死我了 我這一早就被教授狂點 我不過是答錯一個小小的問題 他居然在全班面前叮我 還有臭沒面子 誰叫你昨天要去看電影 自己不好好準備 還怪教授呢 我知道是我的錯 但我只是想跟你講 很少 好啊 不吵我 學長 你學醫一點 這種飲料對身體很不好 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 知道你還喝 可是我現在很需要 很需要 你的安慰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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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買飲料 你們繼續聊 你好 好 這邊找公司七十塊 再一杯子煮的茶 好 是誰把飲料放在這兒 這是要給我的嗎 這到底是誰送的啊 這也不是第一次啦 應該是哪個仰慕你的病人 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呢 不對 我的直覺告訴我 這不是病人送的 應該是 什麼 是我認識的人 那更不可能了 認識你的人啊 都知道你不喝這種寒糖飲料啊 他送你啊 不是他白目 可是 反正你也不喝這種寒糖飲料 不要浪費食物 我幫你帶了 不行 這杯飲料我想留著 我不准你把我的會議喝掉 請進 請出夢容律師嗎 你們電話要送給你 請簽收 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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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花跟那個珍奶 該不會是同一個人送的吧 看 一切的美好 都將繼續美好 知名不懼 我最討厭這種 玩猜猜我是誰的遊戲了 幼稚 但我覺得這對他來說 不是遊戲 是一種浪漫 蛤 那表示你知道這位知名不懼 是誰囉 學長 這麼巧 非常對 我太餓了喜歡過低 所以我現在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對 我太餓了 所以我現在沒辦法清楚思考 我沒有辦法回答任何的問題 答不答 答 我問你 如果有個人 我不是那個有個人 所以我們爸爸回答任何問題 可是你是男人 男人的問題可以答嗎 可以 我現在只想當女人 沒有,就讓你說吧 如果有一個男人 想起他跟前女友的回憶 還買了回憶裡的飲料送給他 這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是說 你在想他 為什麼 學長,很簡單嘛 你買了回憶中的飲料給他 又代表你在回憶你們的過程 你的種種行為就證明了 你在想他 我真被我的想法代言 你不是我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買飲料就代表想念 你怎麼可以隨意代替我發言 可是學長是 沒有可是 身為一個醫師 沒有證據確鑿 怎麼能預測病人的病情 難怪你到現在還只是個總醫師 霸凌 霸凌 你也在霸凌 完蛋了,我要去靠北 我要靠北你 某神級醫師到現在 還在饗宴前流 發送 我送 你完蛋了,你 真的、假的 這麼威 沒有啦 是我運氣好啦 昨天剛好逐大相關的病例 印象比較深刻 他們一定都嚇到了吧 對啊 老師他有嚇到 時針他有嚇到 在我回答中 那答案的那萬分之一秒 他有露出那崇拜的眼光 你看 我就說吧 瞬間變永恆 男人要帥,女人才愛 難怪 他今天還特地做炸雞給你吃 他對你有改觀 謝永恥,你會不要吃啊 沒關係 你吃就好 他特地為你做的 滿滿的愛都給你 崇大雨 現在要好的開始 你一定要趁勝追擊 打鐵趁熱 一次到位得分 你是要我直接奔回本壘喔 不行不行 我還沒準備好了啊 不是啦 我是說你要一次救丁薇 救時針男朋友的定位 而且他現在對你這麼有好感 趁現在告白的話 成功機率也比較大不是嗎 蛤 要告白喔 嗯 學姐對你的印象不是也很好嗎 還跟你要死耶 你怎麼不趕緊告白啊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 我的計畫早就已經在進行了 什麼計畫 我想要學 習慣成自然之 姐弟戀之 渾然天成之 水到其成之 不能沒有你 聽不懂 簡單來說 就是讓學姐養成依賴我的習慣 把自己交給我 然後 我再突然搞個身影 他就會不習慣 覺得我很重要 生命中不能沒有我 失去我 他就活不下去 詠勳 沒想到 你已經從把妹的級別 提升到師姐師奶的級別 那個 抱歉 我剛剛有敲門 但是可能太小聲了 你們都沒有聽到 沒關係啊 沒關係 不好意思 我宿舍的燈泡又壞掉了 但是 姐姨又去吃飯了 送單元可以去啊 沒問題的 對啊 等一下我去幫你買新的燈泡 馬上就過去 好 那我就先回去喔 謝謝 不好意思 又要再麻煩你了 不會 宋太元 你的機會來了 今天晚上結衣不在 你們兩個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天啊 我都不敢想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 可是我 可是什麼可是啊 勇敢說出心裡話就對了 加油 希望今天在隔壁 一覺好夢到天明 都不要回來了 靠你的啊 等好消息 好 某神級醫師 想念他的前女友 希望他的前女友 趕快回到他身邊 誰叫你以前 身在府中不知府 現在 思念只能夢中見了 好 孫醫師 你在躲我 我沒有 逃避不僅可取 而且沒有用 現在已經證據確鑿了 有自信很好 但自戀就無恥了 我不是來講你吵架的 我問你 不是我 我問題都還沒有問完 你就知道我要問什麼 因為 你一副來興師問罪的樣子 無所謂 反正 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他到底知道了什麼 是 我 是 我 我 真的 喜歡你 太老套了啦 石正 你願意 當我 手中的寶貝嗎 太老套了啦 太老套了啦 要怎麼做才好 先生 你要幹嘛 我... 我覺得有點癢啊 我要坐電梯啊 電梯在維修啊 我 只是 只能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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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 真的 我許 大園 大園 聽到什麼顧問人家 大園 詠俊 大園休克了 快出來幫忙 詠俊 什麼 大園休克了 休克 休克 趕快叫救護燈 好 休克 大園 對不起 都是我用了含小麥的酥炸粉 才害你過敏發作 還嚴重到住院 沒關係 沒關係啦 你又不是故意的 而且你做的炸雞很好吃耶 對了 那個燈泡 我等一下回去立刻幫你換 我都害你過敏發作 還引發休克 你居然記得要幫我換燈泡 那當然啊 我答應你的 一定要做到啊 謝謝你啊 現在要好的開始 你一定要趁勝追擊 打鐵趁熱 一次到位得分 而且他現在對你這麼好感 趁現在告白的話 成功機率也比較大 是嗎 對了 施政 有一件事情啊 我一直都想要跟你說 那就是 我喜歡你 我真的很喜歡你 你願意當我女朋友嗎 你 你在開玩笑吧 你是不是因為 剛剛昏倒 腦缺氧 是不行搞糊塗了 我給你氧氣 不要 不要 我是真心的 我一直都很喜歡你 從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 大元 你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但是 但是 我現在忙著實習 我沒有準備一下 交男朋友 他有不容易提起勇氣的 沒辦法 看感情的事去這樣 打開 打開 真的 真的是太慘了啦 大元好不容易就已經鼓起勇氣 跟時針告白了 居然還被發好人卡 零好人卡 這種被打槍的方式 真的是世界上最悲哀的試煉方法了 好可憐 可是如果我是時針的話 也不會想要打人啊 他那麼呆耶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女生都嘛會被像勇俊這種壞壞的男人吸引 你錯了 你們都不知道 現在靠北福大 最新的熱門話題人物 就是剛浮出冰河 融化的冰山孫神刀 過來 我怎麼不知道啊 對啊 有這篇喔 我看看 某神級醫師想念他的前女友 希望他的前女友趕快回到他身邊 神級醫師就是子孫神刀 那他的前女友就是吳醫師嘛 吳醫師 對啊 真的沒有想到耶 像孫神刀這種冷冰冰 就像冰山一樣 如此冷漠的人 也有鐵漢柔情的一面啊 居然還在靠北福大上面 公然放閃耶 沒想到竟然是吳醫師耶 看來我要對神刀改觀囉 他竟然會這樣 學姐 你是不是要更新一下 你的醫師好感度 可以喔 比起像勇俊這種花心大蘿蔔 我 我倒覺得孫醫師這樣專情的男人 更可口 要不是孫醫師早就已經明朝有主 他也是我醫師好感度排行榜的第一名 什麼醫師好感度排行榜 孫醫師 我要去量血壓 對 那個病人點滴應該點得差不多了吧 我去看一下好了 醫師好感度排行榜 醫師好感度排行榜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喂 你怎麼這麼晚才接電話 我在忙 那我晚點再打 又有什麼事嗎 你今天一定要給我一個交代 交代 什麼交代 當年的事 我們總該說清楚 講明白 做個了解了吧 當年的事 你想怎樣了解 見面再說 等一下休息時間 花園見 難道他發現飲料是我送的 太陽的時間 靠盆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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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要了結當年的事以前 有句話 有句話 我當時沒說話 什麼話 對不起